王军驾到 臣妾恭迎王军 起来吧 这是 惠王军的话 此乃蝴蝶糕 乃是臣妾家乡的风味 亦是相思的女子为情郎所致 王军若是不嫌弃 不如尝上一口 怎么 这个是不是不合您的口味 有情便有忧 无情便无忧 王军 您 没什么 蝴蝶糕 意义不错 此时正值奇巧节 太后年事已高 婉节于细心周到 此事 你就帮忙去操办吧 臣妾遵命 若有什么不明白 多向太后请教 臣妾不敢去叨扰太后 不过听闻 最近九妹妹好像身体强健了许多 不知可否让九妹妹同我一起操持宫宴呢 你若需要 就让小小来帮忙吧 是 她的无忧高 做的也是精彩绝业 奇巧节让她乘上 是 本王走了 臣妾 恭送王军 来 扎好了 这一替无忧高已经好了 穆云 我给你承好之后 你送去御膳房 明日由御膳房的人 统一给他们派发 是 殿下 来 这里再擦一擦 这个放这儿吧 好 放在那儿 给我 对 小心一点 凌香 你去御膳房 应收一下各宫送来的糕点小食 若是还没有送齐 就派人去催促一下 别耽误了宫宴 奴婢明白 凌香 殿下 你在干什么 殿下 你这么做 是何居心呢 我 我 你若不说 就别怪我无情 我现在就去告诉宫中女官 殿下 凌香 这是在帮殿下 殿下何苦去告翻奴婢呢 你帮我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下毒啊 这不是毒药 这只是普通的泄药罢了 那你说 你为何要在这无忧膏中下泄药 因为殿下迟迟得不到军心 聂先生的计划无法推进 奴婢看殿下也是尽心竭力 而九美人总是从中作梗 奴婢才想着 在这九美人做的糕点中下泄药 这样一来 王军和太后吃了 定会责罚九美人 够了 凌香 你真的以为 你可以悄无声息地 在这无忧膏中下了泄药 还无人知晓吗 若是事发 查到你我头上 你我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这 你可知我为什么 要让九美人来做这无忧膏 王军虽然 宠爱九美人 可是却把极巧节 这么重大的事情 全权交给我来做 九美人的糕点做得好 我借他力便可 只要我们把这宫宴办好 王军渐渐就会信任我呀 欲速则不达 凌香你可知啊 殿下高见 奴婢知错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吃饭 鸣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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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瞧着脉象应该不错 禀王军 太后 王军所识之物 按惯例应由老奴代偿 这无忧告本王又不是第一次尝了 无妨 来 王军安全起见 还是让老奴代偿这第一口吧 好 就依你 你可别忍不住 多给本王吃了啊 这无忧告味道上佳 这无忧告味道上佳 哈哈哈哈